另外再带您看到秋野盲剧团三年前开始推动戏剧教育工作坊点火计划 日前是在吉安乡慈恩国际艺术村举办小型的亲子光影工作坊活动 从互动游戏搭配手作的体验 让民众从这个当中来认识光影戏剧的原理 也一起用自制的道具演戏 五月母亲节才带来精彩戏剧演出的秋野盲剧团 昨末在吉安乡慈恩国际艺术村再度规划以光影戏为主题的亲子光影工作坊 邀请民众认识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品影戏如何转化为现代光影戏 三小时的课程吸引7岁到73岁的社区民众报名参加 不仅一起动手作还一起上台用自己制作的道具演戏 点火计划秋野盲剧团已经执行了三年多 它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把戏剧教育落实在花东地区的孩子日常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选择了光影戏这样的一个剧场的表演形式 让学生从手作然后从体验 一步一步到自己可以上台去演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光影戏 那今天在慈恩国际艺术村这边 我们举办了一个给民众的一个亲子工作坊 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三个小时的一个体验式的课程 让民众可以了解说秋野盲他在做这个戏剧教育的一个浓缩版 就是让大家也是从晚开始 然后逐步的去体验说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一个光影戏的表演者 那最后可以拿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作品带回家 作为他这个光影戏的初阶的成果 像这样的光影工作坊 非常适合亲子来参加 所以其实秋野盲剧团未来也会持续的 试着去举办像这样子的社区课程 结合戏剧教育的课程 让我们可以跟社区的民众有更多的互动 秋野盲剧团三年前开始推动戏剧教育工作坊点火计划 参加这次计划的七位志工来自东华大学 也曾是秋野盲剧团成员 在光影学习都有半年以上经历 在本次工作坊中担任讲师 带来民众游戏手作与呈现 今年也将前往卓西乡卓峰国小 卓乐国小以及富里乡的东里国小 以光影戏来演出在地故事 更多活动详情可查询脸书粉丝专页 秋野盲剧团 记者蒋邦彦吉安湘报导